当年在瑞京所谓成立的中华苏埃共和国 不仅是一个国中之国 所谓用现在的话说是分裂主义的国家 而且用的国名都是其他另外一个外国的名字 苏埃共和国 所以说这种情况 比现在他们所说的所谓卖国 包括台湾的同胞 他们还有中华民国的国民 都不知道严重多少倍 但是张先生刚才说了 他说我们所有的这些人的声音都不重要 只有圣贤大德的人的声音才重要 他举了习近平 恐怕他心中也有毛泽东 都是属于这种圣贤大德的人 但这种圣贤大德的人 如果真正的有公开的言论自由 能够公开我们中国的近现代的所有历史资料的话 恐怕大家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结果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严重 我说刚才特别强调 本来像杨同学这一篇 我认为是一篇比较正常的演讲 也不能说他是多么深刻 但是他说了自己的心里话 是个正常的比较 很难想象他会成为一个事件 成为一个据送纷纭的事件 很难想象他自己成为一个辱骂 嘲讽的对象 在过去几年的话都甚至 虽然中国的言论不只有过去几年 但是恐怕还比现在好一点 所以现在 我认为是有个人的心里话